問題是今次峰會剛剛在八號風球之下舉行 很多大行的大媽曬都來不了 到底是否整個峰會算是成功呢? 其實大家留意這個金融峰會 就是早在今年年初 就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在那個財政預算裡面提出的了 希望給外界覺得有個印象 就是香港已經復償 Hong Kong is back 搞了幾個月 到最後一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都有不少的變化 除了天氣是難以預測之外 我們其實看到 他其實請了10個重量級的嘉賓 就包括一些外資大行的主席 或者是行政總裁 結果最後就反而10個裡面有5個 最後都縮沙或者脫底 包括了花旗、黑石這些CEO 你又五花八門 包括有些就說染疫確診 另外有些就說行程有變 最後來到的都有幾位的 包括摩根史丹利、高盛 匯豐渣打的行政總裁都有出席 其實人選都不算差的 不過如果同期比新加坡 有800多人出席 這次這個峰會只有200多人 人數就相對少了一點 除了這5個人來不了 另一個大家比較關心就是 財爺陳茂波的身體狀況 因為他在中東訪民的時候 就突然間染疫了 最後他都回到來的 就能摧殖到那個峰會 但是令人關注到底他的身體狀況 特別是到底他那個陽性的確診 到底是恢復了沒有呢? 那要召開峰會之後那天晚上 這個衛生服務中心才發佈 就說陳之長其實都還是陽性的 不過就已經是康復國外了 那令人的印象都是有點奇怪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是不是這麼堅持都需要親身出席 對台下那些200多個嘉賓的風險是怎麼樣呢? 都是令人有點奇怪的 但是整個峰會其實你看到他本身 就是很想證明就是 這次香港現在經過三年的疫情之後 那個運作是已經暢順翻立 是已經有改善了 但是很不幸就其實 其實無論由那個疫情變化 由個別人士他們抵抗之後 還要做很多核酸啊 所謂零加三這個安排 其實大家都看到 仍然是那個防疫要求都還存在 那對外資來講是有些不信 是太放心 但是最令人關注就是 其實中正監的副主席方星海 就突然間在論壇上提出了一個就說 叫外國投資者就不要信外國媒體的說法了 那就應該自己親身到內地去觀察一下 才知道中國實際情況 也都建議國際投資者去學習 這個習近平剛剛發表的二十大報告 那麼這個說法其實都挺令人奇怪的 因為外國投資者如果不是看外國的媒體 難道他們看內地的媒體 而很多所謂外國的媒體包括《壞家日報》 《紐約時報》 那他們都是一些很可信 採訪也是很深度的一些媒體 那為什麼會叫外國投資者 不要相信他們說話呢 那這個說法都很令人奇怪 那同時他也都提出了說叫投資者學習 剛剛習主席那個二十大報告 但是那個內容其實如果大家有深刻去了解 二十大的報告 反而是會了解到 其實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 可能會放慢 因為主要是中國會很強調自主更生 那這方面跟美國的脫鉤 似乎都必然會發生 那這個對中國經濟未來幾年 都是一個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可能經濟增長會漲博放慢 如果投資者真的很用心去學習這個二十大 反而他們應該會知道了 其實接下來那個投資環境會有什麼變化 那應該就心靈神輩知道了 未來那個投資市場是應該怎麼處理 其實那個峰會本來意圖 就是希望可以給一些外國投資者來香港 看看現在香港市面是怎麼樣 但是如果大家在香港都知道 其實香港現在的市道 仍然都不見得說 當然因為食肆放寬了 就晚市都是有些改善 但是很多街鋪都是吉鋪來的 那其實如果外國投資者來到香港 其實看到那個市面 仍然都是未恢復 他們會知道香港是未回來的 那這個是正正反映那個防疫政策要求 是令到那個市道也都不理想 剛剛公佈了第三個GDP 其實那個經濟倒退也都比較深 比較嚴重 那這個其實也都反映了經濟層面 其實都是未回來的 那如果你說到在那個經濟政策上 似乎政府說來說去 包括特首李家超和蔡爺說的 都是說香港是中國的大門 那必定是互聯互通 但是問題就是 那些嘉賓來到香港 其實他們都沒有辦法去到內地 內地那個防疫要求都不容許他們進入內地 他們又怎麼可以去內地再談生意或者是見客呢 那這個其實正正反映其實這個互通 就是中國大門的角色現在是受到挫折 這個反而是被投資者認識到現在那個情況 那大家知道其實過去一年很多外資的總部都撤出去了新加坡 那因為新加坡已經是沒有了相關的防疫要求 那也都令他們那個部署是簡單很多 那這個其實是多令人可惜 也都反而是突顯了 就是投資者來到香港 他們看到現在的情況呢 都反而是更加清楚 香港仍然有很多限制 特別是跟內地那個聯繫 都是未做到開放的 其實那個政策內容 就是剛才說的 其實內去都是強調那些 人民幣領案中心啊 集資市場啊 那那個內容就沒有什麼新意 就是比較新穎的就是香港在一個虛擬貨幣市場 就有一個政策宣言 就說會開放給散戶參與 那但是這個影響都是比較小 也都可能會更加多風險 那所謂作為台下嘉賓 我相信的確就是那個內容上 未必是很吸引到他們 那加上他們就是下去匆匆啦 要飛十幾個小時來香港 接著出席兩萬峰會 可能轉頭又要走了 那就是行程那麼緊密呢 也都很難怪看到他們 就是會有一些疲態那樣出現 那就是相信大家出席過這些會議呢 都知道其實內容都比較沉悶的 如果還是一個給面派對呢 就應該都是的 因為其實你見很多外資呢 他們本身因為他們有業務在內地 包括剛才說的摩根史丹利啊 高盛啊 他們在內地仍然都有不同的合資公司 那所以既然是因為這次的會議 就是由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親自邀請啦 那你叫到來那就盡量抽空時間來 那但是結果其實最後呢 有五間的大行包括剛才說花旗啊黑石啊 最後都不願意來到香港出席那個會議 其實都反映了他們本身有自己的考慮 那似乎現在中國市場 因為那個防疫要求都沒有完全放寬了 那所以就部分人會給面 有部分人不會給面 那當然其中兩家香港的法產銀行 包括匯豐和渣打的CEO呢 因為他們本身的基地都在香港 那所以他們出席也都絕對合理的 那但是其他外資的高層呢 可能就會有不同的考慮 特別是大家留意 因為美國國會的議員呢 都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呢 就說如果這些這樣的大行高層呢 來到香港和特首李家超 重臺出席這些會議呢 其實是為這個會議呢 就是粉飾太平 那因為他們覺得就是特首李家超 仍然是美國制裁的人物啦 就不應該他們出席來到這個會場的 那所以都對這些這樣的CEO 都構成一定是壓力的